弥陀经上说得很好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应援的神秘库 所以一定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应援 这不能不重视 不要轻易小看了 俗活那是错误 那我们自己想一想 我们的善根福德应援够不够 应该自己能想得 第一个是信心 是不是真心 有没有怀疑 九十九分相信 还有一分怀疑 就靠不住 这不容易 信心怎么建立 一个是过去深重的善根 一个是现在遇到 遇到之后怎么 欢喜 不但深信不疑 不但深信不疑 对着法门无量的欢喜 尊重啊 尊干啊 有这种心情 有这种心情的可以说 他有善根 有福德 那么还 那 那么还懂得了暴风恩呢 怎么暴风恩 我念佛往生的样子 做出这个榜样 给大家看 让大家升起信心 这就是暴风恩 来福斯的海贤老和尚 给我们做出最佳的榜样 年轻人 应当要发愿 暴风恩 要乘船 尊重法门 要把尊重发愿广大 尊重就是一步尊 一步论 这个论就是诸记 黄念族老居士的记住 一步尊 下连居老居士的回记本 这是海贤老和尚 给我们做证明 一句佛号 念到底 禁论是什么用处 帮助我们起信 帮助我们发愿 如果我们真信切愿 这个禁论 念不念 没关系 最重要的是一句佛号 禁论是帮助你认识 西方极乐世界 也认识 我们现在住的 苏婆世界 两个世界搞清楚了 你就会比较 你将来要到哪里去 你选择哪一条路 禁论的目的在此地 我没有怀疑 我完全相信 禁论对我就不重要了 念佛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